比亚迪就是之前因为他的效量的下跌而令得到他处 基本上是跑速整个大势曾经回到50块而下的水平 但是随着就是他发展了理理的概念之后 就是最近两天的股价也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反弹 重回50块而下的水平接近55块 最近就是巴菲特可能会中国行的临近 就是定得到这一个概念在果业起来 我相信他短期可能会好 他有机会比较保持起来尝试 唯独就是他已经暴君了超买区 可能会短期会出现个整顾 那我个人建议投资者要看 如果他未来一段时间能够圈个8月 8月的告会 这大概在57块6毛的会计 而能够守在楼下的话 我觉得投资者可以再进一步的看好 但是如果从基本因素来说的话 我相信效量的下跌跟性能源的开发 这两方面也是互相的抵消 我相信对未来说 我还是比较重力的一个的观点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